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大家好 我是郭峰 早在1987年的时候 孟女士就出国留学了 转眼间 24年过去了 孟女士带着自己的一儿一女 返回了祖国 回到了自己老父亲老母亲的身边 本以为回国以后的生活 会如此的温暖和幸福 可是 这一切却不如所料 每当一提到这些 孟女士就会痛哭流涕 她的生活现如今 到底是怎样的 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故事 在调解当天的早上 记者来到了孟女士的家里 而这个所谓的家 卓实让记者吃了一惊 目之所及 一片狼藉 很难想象 孟女士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 究竟经历了些什么 然后11年您回国了 是吧 回国之后您就来这里住 就住在这里 我听您父母就说 之前他们跟您是一起住在这 对 有什么原因他们搬走了 因为呢 第一个就是说 先说我母亲搬走了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呢 就是有一次早上起来 我起来问我妈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破坏 把我的这个家庭弄成这样 我不理解 就这样我们俩吵起来 大长四点多开始吵 吵起来我父亲 就是因为这个 我怎么那什么 我们就吵起来了 我说我为什么你要 就是收人家五十万日币 我要问问你怎么回事 我说我当了 我现在我才知道 我做了三个 三个孩子母亲 我就觉得你要这个钱 我不理解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 在国外生活了24年的女儿 为什么会在2011年回国 又是因为什么 她会责怪母亲 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她口中的那五十万日元 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现在我来介绍 今天矛盾第一方当事 也是主动求助于我们一方当事 孟女士 欢迎您 谢谢 我听说您是跟自己的父母有矛盾 是这样吗 您今天已经五十来岁了吧 五十二岁 父母的大年纪 八十八十六岁 八十五六岁 记不太清楚 因为她可能有一个好像 是因为这次事情的矛盾产生了 然后想不起来父亲 母亲到底多大岁数了 还是 就是原来 可能以前还记得 以前亲近一点 但是最近因为闹矛盾了 原来特别亲 我听说您一直在国外长期居住来着 在日本对吗 日本新加坡 那跟母亲 父母亲隔了这么远 在国外是吧 因为父母亲 肯定也不可能长时间过去看你们 因为这毕竟太远了 怎么那么长时间隔了以后 现在回国了 反而应该是更亲才对 是 对吧 您作为这个漂泊在外 回到祖国了 见到父母身边了 为什么还会有矛盾产生呢 主要是房子 还有姐姐哥哥们的房子 他们买房子 让我借他们钱产生了矛盾 主要是这三个吧 大的 就是听起来还是利益的一些东西 因为关于钱 借来借去 然后变成了房子 最后扯不清楚了 引发了矛盾 你先给我们说一说 最大的一笔是什么 就是最大的一笔 就是这个房款 就是房子这个 西路牙的房子 原来我在 我儿子一岁的时候 买了这套西路牙房子 哪年大概 儿子是1994年生 1995年左右买的 然后是谁给的钱 我的 这个房子最主要是 孝敬父母想买 因为家里有一残疾的哥哥 姐妹们老被钱打架 觉得父母挺不容易的 那个时候是可怜父母是吧 主要是对书女买 你是在国外居住对吧 长期居住 所以说你也不需要在北京有房子住 买了以后 是想让父母住着 有一个安稳的窝 你最主要是帮助父母 你开始对我 你开始 孟女士在家中排行老四 大哥残疾 只有基本的行为能力 据孟女士说 两个姐姐也不太懂事 经常因为一些琐事 跟父母争吵 孟女士作为家里最后的顶梁柱 出于对父母的关爱 1995年 她自己出钱 为父母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 谁承想 当初的一片孝心 现如今却成为了困扰他们一家的心结 以后的话呢 她一直没回来 没回来呢 那我们呢 因为我儿子她残疾 她是中毒残疾 那个另外呀 考虑还有孙女呢 也残疾 所以孙女还这边上学 儿子呢 这边残疾 我们呢 当父母爷奶的 那得把那个照顾 所以就啊 没去了 没去了 考虑的话 就说这个 黑人儿你去不了 你还得交难几费 对不对 另外的话呀 不如都没有这边买 这样 那给他去过电话 都没有征求过一年 正经过一年 她的意思就是说 凡事我也不住 你们乐意吗 你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因为儿子残疾 孙女的心智 也由于遗传的原因不太健全 为了照顾儿子和孙女 老两口决定 把这套四十两厅的房子卖掉 然后在儿子家附近 另买一套房子 他们说一下今天的关键问题 我知道您今天来这 是因为当年说95年左右买了一套房子 买了个四居室 后来现如今有一些变动 然后对这个事情让您非常的气愤 或者说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来我们这儿的 房子现如今怎么样了 现在是这样的 他这个房子呢 当时呢 我买了现 买的是七房 完了以后呢 本来我是想回来住 后来我跟我母亲商量 我说想回来 我母亲不让 不让我就回去了 三岁带着孩子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就是重新 前厨房 我在外头找房子 就这么过 就是过下来了 完了以后这个房子呢 在我的记忆中 他没有告诉我 但是他们坚持说告诉我了 他说跟电话联系 后来以后发现 他房子退了 原因是 我问他是什么原因 他说是下水道不通 我多长得 根本没有这儿 房子退了后来 就没就是房子还没盖好 就已经退了 就是房子是 那后来你那笔钱哪去了 是啊 回来就是说 他呢 就是说 说给我买的是 原来是高层 又是高层 又在那儿 反正就是说 就是达到就是说 结灰 买到结灰以前 那变了好几个地儿 在我的印象 我也有这个印象 至于他打电话 告诉我 问我 可不可以退什么 我一点印象没有 在我记忆中 是退了以后跟我讲了 在我的记忆中 我问他什么原因退 说他说下水道不宽 质量不好造成退 你打两次 我打两次 他统一 他说你们 这房子 反正被你绑 我也不回来 你愿意卖 愿哪买买哪 这是他说的 真的 冲天说 孟女士认为 既然是自己出钱买的房子 那父母退掉之前 怎么也应该通知他一事 然而在孟女士的记忆里 父母在退掉房子之前 并没有跟自己商量过 而母亲却一直强调 自己肯定通知过女儿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我们已经无法考证 但是 孟女士却因为此事 起诉了父母 好像您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还就是提起过诉讼 打过官司 对 就是说完了以后 就是他说 什么时候的事情 打官司的事情 打官司是去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接着 是 真实体能够 所以 绝对 好 他还真理想 尽管 他都傻子 是 是 LEX 我的小儿子每天都讲 我要喜欢中国 我要变一中国籍 你给我变 你给我变 成天磨叽我 后来我就去那个出境管理局 去拿了份就是 就是从外国籍变成中国籍 有什么条件 就拿了 你们的国籍现在是什么呀 我现在是中国籍 依然是中国籍 一直就是中国籍 对 我也主要是为了教训父母 照顾父母没变外国籍 然后出境管理那边说 如果说把儿子变过来 是需要很麻烦的事情吗 一个是要房产证 需要房产证 房产证 还有那个就是说 那个20万人民币的那个 就是存款 存款 并不是手续费对吧 不是手续存款 其实就是费用其实并不多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条件 要一年半 要年半才能 因为我相信 因为您是母亲嘛 也是中国国籍 那应该是好变的 没什么问题 只是需要房子 您明显有房子 然后您明显有存款 20万就可以了 是吧 现在您能做到吗 房子首先 应该是没有 对吧 存款应该有吧 有 所以现在差一个房子 需要过户 对 2011年 给了 这50万日元 是怎么办的 这50万 当时是 当时我跟你说实话 我也不太懂 这50万什么意思 我妈妈当时跟我这么说的 说她的 就是我姐姐说 好像都有习惯 要从 那个 好像 对方 要给一点的礼物 给点 就是说你聘过去的时候 这是我二姐 说我妈 她跟我说 是我二姐说的 就是说有一个习惯 后来我就跟 南方说了 当时她挺不乐意的 反正是表情 不是特别 特别的好 但是我对于这个 具体的这个情节吧 我不是特别的记忆 当时我也没太在意 这个50万 原来在孟女士的心里 一直都藏着 这么一个心结 她告诉记者 在自己和第一任丈夫 来中国拜见父母时 父母竟然开口 就要了50万日元 作为彩礼钱 对此 她跟第一任丈夫 都深感无奈 后来您知道这些事情以后 你肯定很失望 您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作为您的一些 不管是宝贝 还是回击也好 骂过他们 发泄过情绪 跟父母吵架了 也不叫吵 我就大早上起来 我问他 为什么你破坏我的家庭 为什么你把我家里 搞得这个样子 这话叫做 那我都说 我说我缘就在这 我这人总来 从来跟任何人都会这样 就是我女性 就是无情可解 我怎么拆拆她 我说这 我就骂他们王八蛋 不是人 我还挤着我的女儿 说我做了母亲 我才知道你们不是母亲 我说你们这种 不是母亲 不是爱 在您看来这个事情 这么严重 对我事情 我认为是非常大的一个 我对我父母 最大的意见是这个 说了您前夫的一个 关于咱们 中国话叫做 就是财礼 您我不幸福 你知道吗 但是我也不能说 我选择这个 决定是我妈 但是这个交钱 我不能接受 后来跟他们 有再进一步交流吗 比如说那个彩礼的钱 是您父母主动 要求要的 还是 我说了 但是我可能是话中 我说你为什么要钱 我说你破坏我的家庭 可是刚才您说 您的婚姻还是因为客观因素 客观是客观 但是这个因素也有 在女儿眼中 父母要的这50万日元 正是她第一段婚姻 破裂的主要因素 而父母也承认 收购南方50万日元 作为彩礼 但却坚决否认 是主动索取的 而是南方出于礼节 主动给的 这个彩礼 他是怎么改的 他从日本来 他们从饭店回去以后 就做饭 我给他包饺子 做几个菜 完了以后 就吃饭的时候 他就拿出这 那个人民币 50万人民币 博士 说日元 不是 日元 50万日元 完了以后就说 后来我说不要 他不要 他说 他说 他说话我也不懂 后来我这闺女给我翻译 说日本的 跟有这个彩礼 替人家闺女币 给你赔点钱 有这个说法 他这样说 哎呀 我说那有时候 我说人家要给咱 咱也得给人一点吧 我就这么说 会能说 咱们的条件 和人家条件不一样 我可能给他两千 我先 我这里不是两千 就三千万是吧 就给他了 他那吃饭 他谢谢 他就说谢谢 挺客气的 我给他了 据母亲描述 女儿的第一任丈夫 来中国拜访时 确实拿出了50万日元 然而双方在无法交流的情况下 是女儿向他们传达的这样一个信息 这是日本的一个习俗 所以老两口才收下了这50万日元 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一时也难以辨认 哪一点说都不对 你看他87年走的时候 我们 给他拿起 就是74年来的北京 87年的12月份 我们省吃俭用 精打计算 没下过放管 没留过油 省吃俭用 给他 送他去上学是吗 给他就出国的话 他说 当时出国是女儿老的一员 还是他自己的要求 他的一员 那是正在什么呢 咱们改革开放以后 出国了 他原来他都想出国 不管是两万还是七千 当时对您家而言 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 我的记忆得两万五千左右 他以后他也承认了 那么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他说的数字 他这个钱数 对于当时的家庭状况 那也意味着什么 我不懂 我没有经济概念 说实话 我不懂经济 我现在也后悔 你知道吗 因为就觉得好像 自己就是 自己16岁给家里钱 就是说 我的一切就是家里 家一切就是 就没有跟家里分心也没有分 就是没有说 没想过就当时 没想过 父亲上来就说了一件 令自己至今都很介怀的事情 女儿1987年出国留学时 老两口省吃俭用 拿出了两万七千多元 在当时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无疑是比巨额财产 但此事在女儿的记忆里 却似乎并没有那么清晰 她是1987年12月份 去的 我去走的 她去的是自费留学 那日咱们刚改后台湾不久 是出国热 那日出国的话 一般的孩子挺困难的 家里头的话 给她带走都是 凡事记不太行吧 也是两趟奥险 我们的74年 从那个外地来的 到87年 这14年的出去 整个的 就连银行的 被到齐的以前 找银行行长签字 那都去走了 您刚才说 就是这个女儿回来以后 从一年这次回来以后 变化很大 变的 您感觉为什么呀 就是这个 我估计她就是抑郁症 她在那边 有没有想过 她在那边的话 头一次离婚了 头一次那个不省 第二次这个呢 又失业了 你以为感情生活的不顺利 家庭生活不顺利 所以可能受一些词试 又感受日米大激震 她也什么这么恐惧 所以在您二老眼里面 这个闺女现在是一个病人 在生病当中 对对 她有些话 她有些事 她记得不是那么 此时母亲的情绪终于稳定了 她坚持要重新上场 因为她还有一肚子的委屈 要向嘉宾们诉说 那可是大妈 您现在身体还行吗 我问问您 您刚才想出来说 我看您刚才情绪那么激动 可是在你们眼里 这个孩子生病了对吗 这是您的女儿 她生病了 因此才会这样的 说一些话 让您心里很不舒服 那么为什么 您对待一个生病的孩子 还要这么激动呢 她说一些话 让刺激到您了 她虽然是有点毛病 但是有些地方 可以能理解 要不我不这么谅解 所以您认为她是故意的在弃宁吗 对 她现在有些是故意的 为什么这样 我要说不 她要是没有一点毛病 其实我这人是有人格 有价值的人 走南创美的人 我跟你说 我这一个一辈子 工作三个地方 一个是天津 一个是贵柔 贵柔自然立地70年 一个是这74年战场 这需要战施我过来 您认为她哪是有意的来弃宁的 弃宁二位 第一 她说我找她爱人要这个彩礼签 这个政治 不是我 冲天敢说话 我这人说话都服了 八十多岁人 不能在乎八十 对不对吧 咱们就说从这 别说以前了 我怎么对待她 怎么对待我了 出国留学 我怎么把这 所有的机器全给她 支援她走了 这都别说 你不说完了吗 说过了 对不对 回到厂商的母亲 诉说起来 就像是打开了阀门的水龙头 想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倾诉出来 恨不得把小女儿的成长经历 从头到尾都数了一遍 但过多的诉苦 并不利于解决矛盾 房子的过户问题 才应该作为调解的重点 这个房子的事情 还引起了一场诉讼 虽然后来没有判决 只是一个调解的一步 当时你听出了要去法院 女儿告你二位了 什么感想 就是没法沟通 沟通就是一沟通就吵 一沟通就吵 当时你们知道 这个法院的事以后 没觉得女儿做得过分 没有 因为她也需要 另外我们就着我们还在 就着还能动 那为什么不能在家 自己解决呢 原来她 这个房子 原来这房大伙姐妹 都知道是她的钱买的 她小心眼 怕我们俩 将来反复 对女儿去竞争那房子 实际上这房子 确实也是她买的 她买的 我们就说 她怕的 她就折腾这事了 我说让她各个姐姐们 都欠字了 就是这房子是她的 那就可以说 这房子她就胆小啊 她认为不踏实 不踏实 还有啊 就是说她现在呀 她准备把孩子呢 转至中国籍 就是不多时间 就是情感 所有的东西 就是说 你可能是对敌了 还是怎么了 就是她不能理解 我不一直 一来就直 一来又吵 就是没法解决 好像 所以那次去法院的时候 其实是您二老配合她 让她更踏实一点 其实没有太多纠纷 你认同房子是她的 对对对 是让她这样办的 帮助她去内心踏实一点 才有了这么一份调解书 和这样的东西 证明是她的 她有担忧了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她刚才也说了 因为这个房子调解书完了以后 这么长时间了 说这个房子一直没有过户他的名下 他还是不踏实 他也咨询了 我们也咨询了 这个就是说不应过户 就可以当产权证 他总不信任 他总是怕这 我们说话不算数 别人会争着财产 我说不会 我说这个法律不负责任 谁付什么奖 对于女儿将自己告上法庭这件事 相比母亲的不理解 父亲却出人意料的 持肯定态度 也许是真的出于对女儿遭遇的联系 父亲愿意通过法律程序 给女儿吃一颗定心丸 那么我们也同意这个货户 然后卡在哪儿 就说这个货户 那我们这几位的那都在 我们有这种想法 我说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 是他的钱 现在虽然是法院又判给他了 就说将来这户的话 据说得十多万 过户手续费得十多万 据说 就说那我请问一下的 律师就像我们这种情况 就是不属于买卖的这种行为 是一家子 另外户口本的他都在一块 就说在这个 就是政策上 就说在这个变更产权的话 是不是有点说法 刚才我跟你女儿已经讲了 叔叔 你像这种通过法院的法律文书 确定的所有权转移的问题 这个即便要是收费的话 也是很低很低的 这个应当具体问一下 那个房屋所在地的建设委员会 过去的房管局 现在叫建委 对对对 问一下那里工作人员 人具体办理事务的 他一定不和那个买卖的 增语的继承的不一样 那好 这个费用也相当低 那行 你们问错地方了 不应该问中介 中介的那个费用 所以我也很着急 一会说十万 一会说十万 他告诉您的价钱是买卖的价钱 说我也很着急 而且买卖当中也有分多种买卖 比如说你买五年 你是唯一一套住房 这样的话 就利润空间的20% 这个向国家交的税 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不满五年 或者你就是二套房买卖的 增值部分要向国家交20%的税 这个就很多钱 所以说你们 毕老师说的很对 问错地了 您直接到建委去执行 对于过户费用的问题 李律师再次耐心的 对老两口进行了讲解 房屋所有权的转移问题 不应该去问中介 而允许专门管理这些事物的 房管局查询 房子的事情 你们也不是不想给 你是想咨询清楚 到底多少费用 你们好心里有个数 对吧 然后给女儿肯定也不想拦着 这个事情进展 但是现在目前在我们来看 除了房子 您家里面就您三个人之间 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 就是他会认为 你二老对他 或者说他这个女儿做的 甚至他刚说了一句话 你们听见了吗 认为你二位 就是称之不了为父母 这样的话 也许在你二位看来 是定裁的话 说我们父母就说不拿他当人 是不是这些 就是现如今你们的关系 怎样一种状态 你们只是把当病人看吗 哎呀 做现中介 对我这 我要说吧 我都不愿意说这话 都难看 除了今天这些话以外 今天刚才第一场话以外 在之前对你们做过些什么 比如说来打扰你们的生活 让你们就是很不舒服过的 有这些事情吗 有 都做什么了 告诉我们 他今天四月八号来 有三年了 我五月三十号 他把我赶出来了 母亲的最后一句话 着实令现场的气氛紧张了起来 他跟小女儿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后来原来我就打算回来 看日本回来 这位地上回来 我也挺成功的 他姐也接过来 完了我都想着 我心里想 我俩就跟他一块 跟他一块我照顾他 他也挺辛苦的 还因为男女不在家 几乎一五十年 他带俩孩子 我本来想 我俩都大伙来一块过 他四月八号来的 五月三十号 他说我开这儿了 他说我开这儿我走啊 我去这个腿间给他买肉 买鱼得多吃 那天我走一条 还不想 我都看着他 他要洗澡 我都看着他 有一半天走不走 我心里也太难受了 你还不走啊 哎呀 我这跟我 哎呀 我这种气都高了 就被我俩分居了两年 他跟着他伺候他 我就让他 我说现在我走了 不伺候他 他也 他给做饭孩子闹 我在这儿给他买鱼 买肉买做饭 他现在不好吃 在外面吃好吃 小这个孩子不吃这儿 不吃那儿 那我说你外吃 有水 我又是白的买 后来他绝对不吃 你如果做完也不吃 跟我俩吃上去 我都走了 走着他就留在那儿 跟着住了 他跟着住 我跟着住了一两个 不到一个 最大号来的 5月3号 我住在那儿 日本大地震后 小女儿回国 为了照顾受到惊吓的小女儿 老两口不惜拖着年迈的身子 照顾着小女儿一家三口的起居 据母亲说 因为生活的琐事 母女俩经常吵架 最后 小女儿甚至下了逐客令 将自己赶出了家门 对此 小女儿又是作何解释的呢 真的说实话 我妈真的 你就是想怎么要怎么样 就从来不顾忌我们 孩子睡觉也好 让她小声点 不小声 我小点声 我这么大 我还瘦米呢 就这种特别的猖狂 我说实话 真的没法过这个 而且她糖尿病吧 她非要做饭 我的闺女儿子 吃不了她的饭 我们另外做不高兴 我结果愣得我呢 我们在这 完了以后就外头 经常在大陆吃饭 经常 后来我就是 很不甘心情 我这种状态 很不甘心情 但是我就觉得 老人不容易 让我撵出来 我不合适 对吧 这个痛苦的时候 我就找了律师了 这律师听了以后 就把他们俩叫去了 把我爸我妈 还有我姐叫去了 就跟他们说 说人哪 有强的时候 有弱的时候 这时候弱的时候 需要家庭的温暖 和知识 而不是要进一步的索取 这个东西啊 律师啊 会是跟我一起哭 跟我妈 我妈讲了 你知道吗 当时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真明白 还讲明白 后来我母亲呢 就是我倒是 确实跟我爸妈说 我真的 我受不了了 我说 让我妈走吧 我说 不能在这住下去 再住下咱们 我都全崩溃了 我真的合不来 孟女士说 她确实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与母亲起了摩擦 但母亲不是被赶出来的 而是在她万般无奈的哭诉 央求下 自己离开的 就是我四月八号回来以后 四月十一号 我姐姐在长阳买房子 买房子以后呢 她可能需要五十万人民币 当时我是跟我父亲说的 我说我姐姐怎么老是 跟我提长阳 长阳一路上提长阳 电话会儿长阳 怎么回事 她说她在长阳买 要买房子 缺这个 缺这笔钱 我说要多少钱 她问我多少钱 我说她说要五十万 我说她很难嘛 我当时确实想借给她 我也说了 要不然我借给她吧 借给她以后呢 我是自己主动说的 可能我爸爸跟我姐姐说了 说了以后呢 我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啊 我们通了个电话 确实是朋友也说了 说你对家里付出这么大啊 别再傻了啊 完了这个也主要 另一个是我的孩子吧 就日本地车辐射以后 老想变中国籍 我一问这个三个孩子 要六十万 我也就胆怯了 我又万一说 她这钱还不了怎么办 后来我爸爸就说 你也跟你姐说了 我说我不能借了 一个是我也考虑 我姐姐已经有两套房了 就是而且她的孩子出国 也是我给担保的 所有的去澳洲的担保费用 还有她高考的时候 我也给美金 完了回来以后 我也给日币六万 我就觉得我已经 就是她已经不困难了 就是如果她再买第三套房子 也不需要我去这么拼命去 做我就拒绝了 拒绝我爸爸就不乐意 就说这是你亲姐呀 后来呢我姐弟也跟我闹矛盾 就因为这个 她刚才说的是这样的啊 您二老应该也听见了 这个事件 她刚才说的版本是什么 说是姐姐想买房 对 然后没钱了 然后您在帮助姐姐 在说服她 说你看都是亲姐妹 借点钱给她吧 而不是说她自己主动 要来借钱 不是这个版本是吧 绝对不是 是她自己主动想要借 不是您二位在帮助姐姐 在劝妹妹借钱 我是偷了钱 你听我说吧 是不是没有这么一个状况 她呀就说 头一天呢 她同意了 那我都跟她姐姐说了 她姐姐呢还挺高兴 那天晚上呢 她有一个同学的 她给同学呀 一打电话 她同学的说了正确话 说呀 你可记得 这个钱 任何人不能借 她同学说了正确话呀 然后一晚上之间 她就变化了 你晚上第二天她就变了 变了呀 她都不借个她 我说你不借 那我说那个是你听姐姐的 然后才有这番话 对 后来我说呀 她要是 听我讲 那个同学要不说那个呀 钱的事任何人不能借 其实你是在劝女儿 其实要么叫做言而有信 或者说也不能随便听起别人的话 所以你是在后来有这么一句话 说那是你姐姐 怎么能听外人的一句话 那我说的 我说你说好了 你又变了 骂我 说我这人 骂我的 出耳反耳 借钱这件事 再次加深了孟女士 对父母的逆反情绪 也让她对这个家庭 失去了信任 这个事情过后了 是不是引发了你们之间那些矛盾 你刚刚不是说把您轰出去了吗 你们二位就不在这儿住了 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不愉快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又误会了 从这儿开始啊 我确实伤心 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出去这个人 不在一块住了 就是他来了 就是说4月8号来的 5月3号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愉快了之后 对对对 您二老子搬出去了 对对对 在一个多月我给他买吃 吃多喝 买鱼买肉 这个事情后来产生了不愉快 认为您二老跟姐姐同流合污 对 然后就产生了矛盾嘛 对对对 您二老搬出去了 对 然后就再没在一块住过是吧 没有没有 直到现在都分开住呢 他走了以后啊 我呀 我为了照他 我俩分居两年呢 不 你跟我讲的 我还考虑什么呢 他从日本来 俩孩子都小 对 就是帮着讲啊 说日语啊 所以你去找他了 对 那我还呀 就说没有忍心出来 所以有了 也是给他养出来了 后来 听我讲 那一年多 那快二年呢 里面油盐 监护茶 什么时候 连洗衣生做饭 连擦地 都是我干 对不对 所以您那个时候 其实是有心疼女儿 对 心疼女儿 也知道 因为俩孩子小 而且还知道老伴的脾气 对 您也没法带老伴一块回去 可能还在吵架 对呀 然后您自己 一个人去他家里边 去照顾他 去帮他 以至于把老伴一个人扔在别处 是吧 所以您刚才说的 分居一年多 他跟人都做了一年外 出于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爱 老父亲不忍心丢下精神 有些恍惚的小女儿 便独自一人 撑起了对女儿一家三口的照料 然而 本想为母女两人牵线搭桥 缓和矛盾的父亲 却不知道自己也曾经做了一件 令小女儿深深介怀的事情 还有中途 我父亲 我不理解 因为当时我感情不合 他们知道 他非要去日本 我父亲就要坚持 就坚持要去 所以我不得已 他拒签了一次 回我的前夫 又给他申请 就是一种勉强去了 去了以后吧 就是开销非常大 你也知道日本物价也特别高 这一下子他们 就是他们连吃在住 在买东西 他们俩的买东西 还有他给他的媳妇儿子 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的礼物 全是我一个人中担当 而且花了这个钱 都是您前夫的钱 对 一百万日币 因为您前夫之所以 就总之离婚 您觉得这事起到了 一个这样的那个 我原来不认为 后来我还想起来 因为当时我的日益的水平 也有钱 说实话 文化背景对他们的理解 也有限 我后来缓然大悟 有些东西 确实有直接的关系 当时我没想出来 因为他在经济上 非常卡我 后来我要跟他离婚的时候 我跟他提出了 我说第一 你没有交卡 我也感觉到 你是对我的不信任 我跟他讲 我说我这个日子 也不想过 他说我不是对你不信任 我说是对你家伙信任 这里面提到一件事 在他婚姻过程当中 你们曾经去日本玩过 是吗 吃过一个 然后上次 那次玩的爽吗 就听说花费不小 我都不愿意说的 不爽 不爽 这个事啊 这个事 因为啊 那个我们想的话呢 是你二位执意想去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吧 对啊 邀请父母去日本游玩 本应是一件好事 但为何又会引起父母与女儿的矛盾呢 那怎么玩的就不开心了呢 对啊 他到那儿了 他也不是这个意思 这事我都不想去 他一开始 他爸爸叫说 我这么大 七十多岁了 我想上日本玩玩 提问他现在 提问他看看 提问他 提问争取一些意见 他也没说不同意 但是我一直不同意去 我不愿意去 因为我家有餐妮儿 我也不放心 他要去呢 这也跟他说完了后来 他要不同意 你怎么来 来那个什么叫 来邀请 来邀请韩 来邀请韩的 他回去跟他爱人说 说商量的就是说 那边来邀请韩的 他跟我们是一块走的 他那孩子六岁走的 一个飞机走的 一个飞机走的 然后那到那儿 到那儿以后 那那 哎呀 就别说 七一楼不到 哎呀 七楼一六月吧 一个月整 一个月 对吧 后来那个 那飞机票来回来 早来也不行啊 我要说七一礼拜 你自己花了多少钱 你二老 上那边 日本玩的 对 我没花钱 我没有人 你二老都没花钱 是吧 没花钱 没花钱 那去那边 大约 所有的费用全是他们支付 就是吃点饭 就是吃点饭啊 吃点饭 但是哪里不爽 但是哪哪里不爽 对 这一个月哪不爽 到底哪里不爽 哪里不爽啊 哪里哪里玩得不开心 他妈呀 跟那儿啊 哭了好几次 为什么吗 哎 对我们太冷了 太猜谜 有一次啊 我们出去 我们出去的话呢 我饿了 那我说呀 你能不能啊 给我呀 买一个面包 对不对 他妈说呀 他妈说了 他说那那个 我也饿了 就用这一个面包啊 他统统跑了 哎 特别又生气又 心情挺不好的 你态度特不好 态度特不好 哎呀 所以我一看 我的人不愿意看这脸啊 就用 妈妈上你这来 你给我吃那个面包 搓这么大脸 我受不了 你知道吗 要是再 能来 我就能来的 不能来呀 大妈 自己哭了好一天呢 我没太听明白 当时您要面包 是说饿了 那不 他怎么了 他给他买了一面包 我先提出来的 然后没给您买是吗 那他 我说完了以后呢 他妈说了 哎 他说呀 他妈说呀 我也饿了 就用了他 就用于买了 买两面包 他统统的跑了 从那开始也不理我们了 是因为要买两面包 他生气了 他走了 对对对 不管您二老了 是吗 哦 所以玩得还不开心 不好的 我真不讲 在我们意大利面条 寿司 都在饭店里吃了 就好奇想去老 想去我吧 就麦当劳 所以我心里特别 他呀 黑日本 我说我在这 怎么带你带孩子 给你干啥 没有跟我一块照过相 但从那这都有点 好像 哎 那这 就不正常 就跟他儿子 叔叔 我问您一问题 你们那次去日本 前天后后一共花了多少钱 您知道吗 就是机票是他买的 机票是他买的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那次一共花了多少钱 您知道吗 花多少钱 不知道他花的 就吃饭 吃饭就是 他花的 就就是在家 一共多少钱 您知道不知道 这个的话不太清楚 您不知道是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您女儿跟我们说 她差不多花了有 八万块钱人民币的样子 八万 开玩笑 绝对有 绝对有 你不能当时的机票 父母至今 对那趟日本游 到底花了多少钱 仍是不清不楚 而对女儿所说的 高达八万元人民币的花费 完全不予认同 那您觉得 他大概花了多少钱 日本那个东西是 叔叔 您听我的问题 好好好 您觉得 您女儿说八万太多了 不真实 是吧 不真实 那您觉得 他花了多少钱 他那是日元 比中国小费 比中国小费 您觉得 他大概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 那我就难顾 因为我在日本 没买过东西 没有买过东西 他那个 就是那个测量仪 血压测量仪 还有鞋 我姐姐 我姐姐 哥哥 嫂子 礼物 全在那买的 哎呦 都是这么掏的 所以又不是生气呢 如果说你带点 带点那个什么钱 让自己那个礼物 全是没买的 哎呦 不说八万 所以您并不知道 他花了多少钱 对对 可是您觉得 他说八万块钱 是假话 根本不可能 给人民币八万 那所以花了多少钱呢 您觉得 花多少钱 是真实的呢 花多少钱呢 没那么多 因为他工夫 那个钱 我们确实不知道 这样说吧 一下您就懂了 在中国 他告诉你 花了一万 这个数靠谱了吗 人民币 人民币啊 他就花了一万 您觉得 这事靠谱了吗 凡是他东西 是比中国贵的 一万这个数 您能接受吗 你们俩人 一个月 在那 我们俩一个月 一万块钱 对 在日本呢 那也就是 这没问题 两万呢 两万恐怕没有 所以 您的底线就是说 在人民币来衡量的话 对 你们两个人 在日本玩一个月 连两万块钱 都用不了 是这样吗 用不了 他没跟你玩过 没怎么玩 没照过线 你们在外面三天吃了一顿饭 在三天呢 就是 对他们这么看 去那天 去那天呢 那个姑爷 从机场上接回来 就会外头吃了一顿饭 一直在家 一直在家做 一直跟家里头 米饭 吃米饭 那真是拿你们当亲人 那绝对是拿你们当亲人 在他们的文化下 只有客套 才出去 才出去吃饭 就妈接了那天 在外面出去 他们舍不得 在梦女士眼中 父母的这一趟日本游 直接造成了 她第一段婚姻的破裂 其影响程度 甚至超过了 五十万日元的聘礼事件 在看到父母 仍旧如此不在乎的态度 她的心里 又会作何感想呢 我还是想问二老 就是儿女在外 漂泊这么多年 您觉得她辛苦吗 辛苦 辛苦 我没跟你说吗 我再问 您刚才已经回答我了 您觉得 您这个女儿 为家里做贡献多不多 其实我看到老两口 刚才就是 包括那个调解协议 都是一些非常忠厚的老人 现在呢 就是你们二老 二老啊 确实是一个挺慈祥的父母 现在我就想问您啊 就现在 您如若把女儿 看作一个病人 她有些的话 您是不是觉得 您用包容的心 能够理解她 现在带着孩子也不容易 有 有 有 一直有 要不她跟我那么 这话我嫩咳 让我自己受委屈 我不让她受委屈 你们二老还是挺着急的 是吧 这个我自己受委屈 我不知道她受委屈的 既然咱们就直接点 我们继续问您一个数字 过户费用在多少情况之下 您可以马上去办 不超过五万我可以办 只要过户费用 是在人民币五万以内 对 我可以 在你们的能力分析 马上办 由您二老来付 行 可以 可以是吧 好 谢谢 两位老人给出了自己的心理价位 过户费在五万以内 立刻就给小女儿办理过户手续 那么 在听完这一家的矛盾纠纷后 我们的嘉宾会给出怎样的调解方案呢 第三条解是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例行的短暂会议 在那会议之后呢 我们也单独跟这个孟女士进行了一番沟通 特别是我们律师 去跟她进行了一个沟通 给她进行了一些见解吧 可以这么说 就是把我们眼眸前这个问题 关于房子的过户问题 该怎么弄 该怎么处理 然后请你律师先给我们讲一下吧 看刚才是怎么样的一个建议 你们三位都听一点 刚才跟孟女士沟通了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通过厂商的二老队表述吧 跟孟女士沟通 当年就是孟女士认为 可能是母亲主动向那个 您的第一任丈夫 日本这个丈夫 主动可能索要彩礼 可能现在我国婚姻法当中 有一个说法 就叫戒婚之机 所要彩礼 好像是这个性质 我估计显得你没有面子 怎么怎么样 实际不是这样的 我跟这个孟女士姐 才可以接受 首先这个语言交流不行 日本这个丈夫呢 先生 先生吧 他不懂中文 但二老呢 又不懂日语 所以他想要 他也表达不出来 更何况我一看 二老这样的人 这份个性 这份特质 也不是随便要人 钱的人 那可能人家 日本那个先生 想表达自己 国家这个习俗 或者表现自己 可能给老人 那个意思表示吧 所以觉得这个 孟女士理解了 不是父母 在索要 是人自愿给的 表示自己心意的 第二点就是这个 谈到这个 为了孩子 这个加入 中国国籍的问题 我看了一下 那个那个 申请条件 拥有15项 第11项就是 必须有申请人 中国的居住证明 也就是房产证 那么现在呢 母亲呢 和父亲也积极地愿意 去帮助你 特别这个外孙 加入中国国籍 实现这个 成为中国公民 这个愿望 而且这个 调解数据意愿 也体现老人家 这个心态 想愿意把你这个 名字 过到你这个 名下的房子 那么就是说 过户费的问题 你们就是 没有咨询队 最关键的部门 建委 所以这个费用因呢 是最低最低的 甚至可能 都不会花什么费 即便有 也是很低很低的 那么你们过去 问你18万也好 10万也好 这个数字 一定是不准的 但你们因为 一个不准的数字 可能心里产生的想法 我承担多少 他承担多少 我应该不应该 这个都是大可不必 我跟孟女士一说 她也理解接受了 老妈妈表态了 5万以内 没问题 拍胸部 我承担 即便是可能 花不了这些钱 妈妈也愿意 把这些钱给你 我觉得是体现了 帮助孩子这份心 我很感动 也很敬佩 孟女士呢 也真就是 接受了我这个 我这个 介绍这个情况 我也很感谢 你能接受我这个说法 做完节目 抽属时间 您去到建议去问一下 拿调写书 问一下工作人员 我这种情况 办了过后 需要 不需要花钱 需要花多少钱 这不就很好 除了这个房子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些 更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对于父母 对这个家庭的一种 一种迷茫吧 就是你一直没有表达清楚 到底什么意思 但我这个词来形容 包括父母 其实也很困惑 这个女儿 为什么会这么 跟我们的关系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今天 在场面还不只有律师 也有两位心理专家 毕老师和大海 让毕老师跟你们说说 你们家这个状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根据你们两方 介绍的资料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首先呢 女儿呢 因为生活的近况 我的理解是 至少跟你自己的期待 相差很远 而且呢 也赶上是这样的一个岁数 带着两个很年幼的孩子 所以难免呢 会有生存压力 会有危机意识 所以你们两位 可能也觉得 他比如这个心理上 让你感觉很焦虑 然后他情绪 可能非常起伏 这些东西 都跟他的这个生活近况 有关系 再加上两段 两段感情 听上去都不是很理想 也难免会让他有挫折感 这是第一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 你们都是 实在化 都是有些年纪的 女儿也不再是年轻人了 都有自己的经历 这些经历呢 会导致我们 有我们自己的脾气 在相处的时候呢 有自己的习惯 但是因为 常年不在一起生活 平时呢 我相信沟通 也不是特别频繁 所以呢 彼此其实是缺乏了解的 是有生疏感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 我觉得你们彼此 其实相处 是有很多情感的 就是大家的出发点 都是好的 但是各自想的是各自的 因为女儿看上去 有脾气 妈妈看上去 也是蛮有性格的 所以这样 也会产生一些 这个 可能有的时候 会有些对抗啊 什么的 然后因为没有及时的清理 这些情绪就淤积下来了 就会 后来就会变成一些疙瘩 还有呢 就是 我觉得你们 现在的这种状况 应当算是 我们几个人 能想到的 到目前为止 各自生活 有的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就是因为大家 不是那么习惯 在一起生活了 所以呢 可能需要 拉开一些距离 先把自己的心态 放平和 再加上呢 我虽然能理解 女儿有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压力 可能有些脾气什么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们二老岁数大了 有的 我们太强烈的情绪 他们未必能承受 而且呢 可能你在 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呢 这个措辞 他们未必能接受 你像妈妈刚才上来 那么 那么激动 你也看见了 我都挺 实在话 我挺害怕的 因为她这样的身体 她这种岁数 她不能承担 那么大的这个情绪起伏 所以给您的建议 给你们这个家庭的建议 就是 先各自的生活 让心态尽量的平静 二老呢 要把身体照顾好 慢慢的 我觉得你们要慢慢的 再靠近 但是不要着急 好吗 实际上 我就想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二老是你最亲的人 是你应该最 好好孝敬的人 而且刚才看到 二老那么激动 我的心在为他担心呢 你作为女儿来说 咱们要过好 自己的日子的同时 要让二老能够踏踏实实的 过好自己的晚年 孟女士 从你上场之后 我听到了你说 二十六个钱子 我相信在你现在的境遇上 钱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 钱绝不是 衡量亲人之间情感的标识 绝不可能是 当你还强盛的时候 经济还强盛的时候 你对这个家族 做了很多的贡献 父母没有否定过 所以呢 他们就惯性的会认为 你还是依然很强大 反过来 你再看看你的父母 你弱下来的时候 他们变老了 你何尝不是这样 变成个孩子一样 开始撒娇 寻求一个你认为 比你更强的长者 我们的父母 给我们情感上的援助 你当年 在你经济强盛的时候 支出的是经济 现在你跟父母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情感 但是他们 从年轻 变成年老 也从强者变成弱者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你们双方都弱 彼此要的东西都很明显 这个时候 互相撕咬没有意义 静下心了 你总不希望将来你的孩子 像你现在这个样对待你吧 孟女士一家错综复杂的问题 终于得到了有效疏导 长久的隔阂与矛盾 也许很难在一夜之间彻底消失 但今晚 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事后 编导还接到了孟女士的反馈电话 房子已经过户了 孩子的国籍问题解决了 她跟父母的关系也缓和了 这次的调解也让我们了解到 生活变换无常 你无法想象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的 不要吝惜对他人的付出 也许今天一次温暖的给予 就能换来明天明媚的阳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